特别小心路况了 彰化有一名富人骑机车准备左转的时候 被闯红灯的执行车当场给撞飞 整个人还在空中被抛转了360度之后 重重摔倒在地 让目击民众全都吓唤了 离灯号转换还有50几秒 大家都在耐心的等红灯 右侧机车骑士从路口骑出准备左转 没想到一辆汽车突然闯红灯 窜出把他当场撞飞 巨大力道让他整个人在空中转了360度 连鞋子都飞了出去后 重重摔到地上 机车也整整转了一圈 旁边刚好经过富人和这一侧的用路人 全部都被吓了一跳 他好像有撞到脖子 然后他倒地了就有点在那边抖 然后后来对面的人有人去撑扶他 开车他有停下来 然后有去看他 而这个路口机车本来就不用待转 事发当时也是绿灯 因此闯红灯执行车得负大部分责任 春节很多人都会出门游玩 但一定要小心驾驶才不会发生意外